屏東一間國小的儲備校長 為同學們做了最壞的示範 喝酒開車已經是不應該了 結果呢 發生了車禍 警察到了現場呢 他就這個涉嫌酒駕了這一位駕駛 他身上帶著傷 結果不肯接受酒測 在那邊對警察大洗 洗了幾點鐘 最後呢 警察沒辦法了 只好將他戴上了手銬 押到醫院去 那麼已經喝得爛醉 到了醫院繼續胡鬧 那麼到最後 醫院保全跟員警 共同聯手才把他制服 一兩酒測之下呢 竟然超過了一 喝得最俊心的男子 把另一台轎車後車箱撞的凹陷 不顧身上帶著傷 還站在大馬路上不斷咆哮 員警根本無法進行酒測 你不用在那裡拜託 我以法處理你不用在那裡拜託 我不是跟你海岸 不是跟你在旁邊 你不用 這起車禍發生在屏東市建峰路 早時駕駛連站都站不穩 員警好說歹說 男子不斷閃躲 就是不肯乖乖配合 你整個站出來 你整個站出來 來 最後被靠上手銬後 才將他制服送醫 一查後才發現 原來這名涉嫌酒駕的男子 還是屏東縣一間國小的儲備校長 這位過心的嫌疑人在現場 警方依規定要實施酒測的時候呢 他現場是有做一個拒絕的動作 那在表達過三次不願意接受 這個呼吸檢測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警方就依規定 把他強制帶上巡逻車 經過酒測造勢 駕駛酒測值高達1.2 雖然造勢駕駛酒醒後不斷道歉 但為人失表 卻做出如此脫緒的示範 再多的抱歉也為時已晚 追新聞 張崇環 黃沛如 屏東報導